放眼望去 一朵朵的粉紅花瓣 在綠色荷葉的襯托下 水風搖曳 景色相當迷人 每年一到荷花盛開季節 總是吸引許多民眾前來賞花賞景 用鏡頭捕捉荷花千枝百態的美 整個的風貌是很不一樣的 然後因為它的荷花還蠻大朵的 在陽光底下 其實那個它的透明感細緻度 我個人是覺得就是第一次有這麼好看的景致 位在清水橫山下的五福郡自行車道旁 最近就有荷花陸續綻放 不管是含苞待放 或是盛開中的荷花 翠綠的荷葉點綴的朵朵菸紅 展現出不同的姿態與風情 緊接著沿著自行車道往前走 映入眼年的除了有綻放的美麗荷花外 古色古香的歷史古厝 配上綠色山野 這個畫面仿佛就像一幅寫實的山水畫 讓人看得是心曠神怡 就是看網路的時候就發覺那個一整片荷花很漂亮 然後再配上那個古厝 就是真的很有古色古香的感覺 對 我今天特別特別過來 然後就這邊其實是我的家鄉 來這邊看一下荷花 就有一種清新的感覺 那我感覺很美啦 那我就覺得說 那這樣子開放給大家 沒有送回票也很棒 因為多數荷花都種在山腳下 不易被外人發現 是地方獨特的私訪景點 荷花的花期至少還會持續 一個多月 民眾可得把握機會欣賞 記者陳柏翰 台中採訪報導